Hello,大家好,我是冬哥,方菲冬哥 今天中午刚刚剪了个头发 然后剪完带冬嫂过来吃一家中餐 这家中餐是一个叫广东,广东菜 广东点心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家名字叫杨子江 杨子江, Cantonese cuisine,广东菜式 就在宁曼路这边 一栋还蛮有兰娜风味的小楼 这家店是在这边的广东朋友 强烈我推荐过来尝一下的 说他们这边的小点心特别的好 过来试一下,还蛮期待的 不知道人多不多 给大家看一下菜单 它有两本菜单 一个是炒菜的,一个是点心 价格在清卖还是算有点小贵的 看,看,这些 点心大概都是二三十一份吧 上海小卤包,流沙包,长粉 像萝卜糕啊,线虾腹皮卷 这个没点 这个是我很爱吃的一个东西 线虾腹皮卷 反正先吃吧 今天点的稍微有点多吧 我觉得 这个是这边是点心 然后炒菜 炒菜大概看一下 随便走一遍 随便走一遍 这边都是烧辣 然后这里有那种鱼翅啊,汤类的 薄生吃肚 还花椒,海参,这里是海鲜 不单是原菜 当中还穿插了一些其他的菜式啊 像那种什么炒排骨啊 这种什么东坡肉啊 这些 哦,他们这五盒还蛮贵的呢 558泰铢一个 这要一百块钱一只了 一百多哎 我觉得 还是有点贵的 好了,我们现在点的菜开始上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后面 对啊 也不单的后面 有点汤 就是弄那个菊花茶的 你忘记了 然后这个是东山外七的醉鸡 然后点了一个 这个汤给大家看一下 酸辣汤里面 有蟹腿肉 有冬菇 还有啥呀 还有像这种 笋 好像是笋丝吧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是 一大份的 结果上来一小钟啊 先尝尝味道 试试味道 好吃的话再点一份 好烫好烫 味道还行 这蟹肉蛮扎实的 看这蟹肉 蛮紧直的 感觉好像蛮新鲜的 你吃一吃的汤 最值什么呀 再辣一点 再辣一点对吧 我也觉得 OK 先吃了啊 我进来以后 我发现周围说话的都是说粤语的 而且很多都是那些上年纪的 感觉就有点像在谢如心 对吧 那应该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 得到这边的时刻的一个认可 然后还有一下这个醉鸡啊 说一下这个醉鸡 算这样吧 还有这个醉鸡啊 推荐一下 蛮好吃的 真的蛮好吃的 一定要配他们这个辣椒酱 特别的小 这个辣椒酱好香的 对吧 搭配 搭配很舒服 你这个辣椒酱已经被你吃完了 你感觉你是直接吃辣椒酱的 这个辣椒酱很好吃的 好好吃的 好 上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点的一个黑松露带子蒸饺 对 试一下 这个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醋啊 黑色的 是醋 是醋 对 它那个醋 有点像酒精 酒精的味道 这个 这个是什么来的 袋子 袋子 打开这个梦子里面 看不清楚 哦 应该是吓人 对 错什么 我觉得我会 吓死啊 那个 拿个勺子吗 你不沾醋吗 你不沾醋吗 嗯 嗯 嗯 沾热了吗 嗯 嗯 嗯 好嫩 然后 黑松露了 你嚇不得了吗 这个应该是小笼包 哎呀呀呀 好像有点点多了 对啊 是小笼包啊 哎呀 那么大 这个小笼包 看着有点大 我先吃一个试试 哇 我让我肉质不行 这个汤汁还挺足的感觉 对 对 一般 一般 为什么 说出理由 味道一般 啊 就味道 味道一般 就没有 在这边没有那种 超越般的小笼的那种感觉 反正我已经死心了 吃小笼还 我应该到时候会多吃 我试一个 你看 这肉也是散的 看不见 别臭那么近啊 嗯 臭很近 那个 肉是散的 就不是那种紧 紧紧的那个 好了 我们现在点的菜 全部上齐了 也吃了七七八八了 感觉有点点多了 然后说一下 呃 有个小龙收走了 小龙 真的 一般 很一般 而且我发觉 在青麦的小龙 感觉都是 一家人家做的 那种感觉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肉散散的 然后味道也差不多 这是 呃 然后对 这个很好吃 特别酥软 然后入口几化的那种 对吧 这个东西好来吃的 然后这个真的也是很好吃 这个特别是这个酱料 非常好吃 呃 这个也OK 这个是 味道还蛮浓郁的 酸辣汤 然后 这个 好了啊 我们继续 前面电话进来了 这个 呃 然后这个是 也一般 我觉得真的非常一般啊 因为我是不太愿意吃那种 里面的馅儿是散散的那种 特别松散的 我比较喜欢吃紧实的 但这个入口就 一入口就散开了 不太吃 口感不太好 然后有一股那种松露的味道 嗯 对 然后这个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 外嫩里脆 然后 紧实 这个味道也 有弹性的 有弹性啊 好了 最后是这个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有锅脊 对啊 但是 点了有点多了 有点吃不上了 估计这个要打包了 我们准备把这些 做上去 它都给清扫掉 对啊 好看的 谢谢 好了 看一下啊 一共是1533 300多人民币吧 这些东西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还是在清卖处有点小贵的 人均达到150人民币啊 这个已经 OK 这个价格是在清卖算有点贵的 给大家看店里的环境啊 这个店大概就这个样子 还蛮简单的 有点中式的感觉 看下来 不做什么事儿 等下来 不做什么事儿 我看下来 不做什么事儿